這個地方 S等於空的 為什麼一定要 如果不宣告的話可不可以 那其實這個地方 也許可以也許不可以 不過我建議就是一定要加 如果你不加的話 它會造成一個問題說 因為S我今天是放在這裡的話 那它就表示它是這個 制定函數它底下的 資料 就是說它 用小孩 剛剛同學也用 這個DF 這個方法要test 這個函數它家的小孩 那如果你把它 如果沒有這一行的話 它產生了位在這裡的話 那這就變成for人家家裡的小孩 那如果for人家家裡的小孩呢 函數不一定 它不能用到 就是說 就是說 這應該怎麼講 雖然說 他跟他的關係是父子 他跟他的關係也是父子 好了 就隔一帶了 隔一帶你不是說 那個爺爺直接把孫子帶回家 你就是我的小孩 就亂掉了 所以這個大概這個比方 OK 所以就像說你的口袋裡面的錢 跟我的口袋裡面的錢 也不能交換 也不能說 我現在那個你的錢拿給我 放在我口袋裡 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 對不對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就是你的 我們是有區隔的 哪怕是說 你是我的員工 就像說你是我的員工 那你的錢 我就給你拿過來 因為你是我的員工 你要聽我的話 那也不行吧 或是說 你是我的小孩 那你的錢 我就把你搶過來 因為你是我兒子 所以你的錢也是我的錢 當然也有人這麼惡霸 可是現在小孩不試這一套 他馬上說我要打一一三 對不對 那就 所以有點這個道理 因為我發現同學對那種變數 到底放哪裡 好像一直都沒有特別有概念 那但是一般會寫層次的人 這些都不會覺得什麼 可能我 我有時候也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你們一問 我大概就知道說 余安安你們的問題是在哪個點上 還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這個不用returns 我直接就去 從這邊直接就把它抓過來 prints不就好了 就意思一樣 我底下的 我家跟你家不一樣 不是說我家就是你家 好像全家就是你家 就把全家當自己家 不行 因為各自有各自的變數 所以你放哪裡 但你如果要回來的話 你就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透過一個流程 什麼流程呢 我就是在這邊寫程式 那我就要先告知你一下 怎麼告知呢 我就是說 某某某 OK 某某我就到這邊 那你可不可以 我給你一個資料 你幫我查一下 查完之後告訴我是不是 所以它變得有點像 我問你 我問你 經過你幫我處理完 的結果 告訴我就好了 OK 處理是你處理 你只要告訴我結果 那至於怎麼處理 那不是我應該知道的 沒關係 我也不想知道 你就告訴我是不是就好了 比如說那個人是不是歹徒 你告訴我是不是 他這麼做 你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中間細節也暫時不用知道 沒關係 OK 類似像這種概念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那他會把是不是 S就會retend到R OK 那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是不是這邊 好像多寫一行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這個 放到這邊來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這一行 如果說你不要一個R對不對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直接塞到這邊來就可以 那這樣也可以少寫一行 就是print print 他retend給我的資料 那我再直接print出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大概有這種概念 那 所以方選 對於一般同學來說 就是很不太能接受 為什麼他轉來轉去 對 那剛剛我們第一種寫法是直接的 第二種 那這種寫法就變成說 你要再拐個彎 再經過很多道的流程 最後才到我這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程式不是一個人寫的 是很多人寫 就像說我剛剛有提到嘛 比如說我要車牌辨識 那我車牌辨識 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還要自己去學很多很多 比如說一些演算法 一些怎麼去取得矩陣裡面的值 然後辨識它顏色 然後最後再確定說 它跟哪一個資料 哪一個字 是相仿的話 那跟我 我學完這些東西 我看我也分的 但是如果你會呼叫方選的話 你很簡單 你就把它帶進來 然後你只要丟一個 一個圖給他 然後他會 Return一個 這個車牌 一個車牌 圖裡面 到底裡面放什麼字的結果給我 然後我就是比如說後面 我可能就是記錄他哪一個時間 進到我的停車場 然後就開始計費了 等到他要出去之前 他要繳費 他就知道說多少錢 對不對 然後繳了錢之後 到閘門的時候 判斷說他是不是已經繳錢了 那如果沒有繳錢 當然就不能過 OK 其實原理原則差不多 只是說我們現在是做軟體 那將來你們可能會配合一個硬體 也許不一定是停車場吧 也許是其他東西嘛 比如像門禁管制 以後是不是有個鏡頭 你要進來的話 先做臉部辨識 是不是 掃一下 可以門自動打開 不是就不行 對 不過這個在台灣可能會有那個 隱私權的爭議問題 可是未來能不能做 我是覺得倒如果說是 確定是這個部門裡面的 而且你也簽了同意出 確定 因為這樣方便 你就不用說還要特別 還要帶一個什麼 什麼裝置之類的 那也很方便 就像你現在手機 不是有臉部辨識 那他有經過你同意嗎 好像也沒有啊 對不對 你要用這個手機 你就同意了嘛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OK 好 那再來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有關指數的判斷部分 那下午的話 我也許我們再 會再講一下 有關猜數字遊戲吧 那猜數字遊戲程式大概只有13行 要寫一個什麼呢 請猜1到20之間的一個一個數字 比如說請你猜一個 然後呢我不讓我 反正隨便猜 那他會怎麼樣 Random 有沒有這邊有個Random Random 就是在1到20之間 它會產生一個乱數 那我就猜了 當然最聰明的猜法 一定是先從中間開始猜 如果輸入10 他會先提示你 比如他已經在乱數產生一個存起來了 然後呢比對一下 他會提示說 你猜的太低了 再高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第二我們應該知道說 去除了1到10不可能 所以剩下就11到20 所以我就再猜中間值 15 Enter 太低了 還太低 所以又去掉了 剩下16到20 16 17 18 19 5個數字 OK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就猜18 18好了 OK Enter 還是太低 所以剩下只有兩個可能性 不就19、20 好 19好了 恭喜你猜對了 OK 那所以這個程式如何寫呢 其實第一個 你要先用Random 不過Random因為這個外部的 所以需要import 它是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 我們主要用它的一個 也是一個function 什麼function 就是RandomRange 有沒有 其實你會發現 在Python裡面都是function 意思是說 你根本不用知道說 它怎麼寫的 它主要作用就是幫你產生亂數 產生什麼亂數呢 RandomRange 跟Range有點像 你給我開頭 跟結束的那個位置 但是它不會產生嘛 所以1到20的話 就1到20 這個要輸入21 有沒有 跟那個Range一樣 OK好RandomRange OK好Range給我 然後在輸入之後的話呢 再怎麼樣 讓它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就是 讓它不斷try 輸入之後try一下 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呢 那可能有三種情況 一個要不就是太低 要不就太高 要不就是答對 所以三種 所以 也就是說 在回圈裡面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 然後對就結束了 所以程式該如何寫 這邊的話當然 我們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 我只能猜幾次 好像我們沒有次數限制 如果沒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你可以用file回圈 但如果說你只能猜三次 三次到了你不能再猜了 因為你亂猜了 對不對 OK 所以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 你要for回圈 有沒有 沒有次數限制用file回圈 但file回圈的話 你要有個break 就是當它答對了 你要break 你要跳離了 但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 有沒有 你就只能猜第一次 猜第二次 第三次 好 不能再猜了 就直接跳離 那只是說 後面的程式 怎麼寫 其實不難 只是說 你要把這個東西 整個寫出來 就是各位 下午要做的任務了 OK 而且程式真的不多 很多遊戲 程式都沒有幾行 很快就寫出來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概把那個剛剛的那個 變數之間的傳遞方式 還有區域跟群域變數的差別 大概知道一下 千萬不要把我的錢 跟你的錢搞混了 用錢好像大家會比較知道 對 錢不能搞混 你的錢在你的口袋裡 就不等於在我的口袋 所以以後呢 除非我得到你的允許 你自己把錢掏出來 放在我的手上的話 這有點像方選 我叫你 對不對 你自己拿給我 那就OK的 合法的 OK 你千萬不能說 我直接去你那邊抓過來 當然不OK的 這個可能大家知道一下 那變數就是會有 那你就像小孩子 你家的小孩 我家的小孩 不一樣 OK 你不能說好像都把它當一樣的 那就會出錯了 那程式如果你這個有概念的話 我想應該慢慢就比較 不會寫錯程式了 遵循啦 像有的東西 嗯 儘量就是遵循安全的寫法 如果你都遵循安全的寫法 的這種準則的話 我覺得應該 你會越寫越沒有問題 好 儘量也不要亂試啦 你可以試一些方法 但是不要亂試 試一些不安全的方法 因為即便可以 但是也不安全 也許你今天沒出事 不代表你未來不會出事 OK 所以 但這我的準則 所以我只是說 我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各位 如何 寫程式 可以寫一個是 很 很正確 然後又很妥當的 我們追求的就是 可以寫程式 不要說出很多的狀況 然後很快 可以把程式寫出來交差的 然後並且可以真的在工作上 能夠得到那個提高效率 這種 這種結果 OK 而且並且未來還可以大量的 用在工作上 自動完成很多事情 這樣的話 所以我說 如果一個公司 所有人都很會寫程式的話 這家公司的效率怎麼會差 每個人都很懂得自動化 自動把它完成 那這樣效率 競爭性當然就非常強大了 OK 所以像銀行業 像現在慢慢走虛擬化 所有東西都是在電腦裡面 你要找最好 我要 我是老闆 我一定找那種 程式能力越強越好 像電子商務也是一樣 我要找的話 即便是行銷人員 我要找一定會寫程式的 對不對 如果沒有這個觀念的話 那他怎麼去虛擬的世界裡面 去處理那些虛擬的資料 而且要能夠處理 除了會之外 還要有效率的處理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我們現在學習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將來這個可以 很快的被你用在你的工作 提高效率上面 好